欢迎收看曼DJ财经新闻 我是叶家伟 受到景气的修正消费趋势改变的影响 中国大陆的食品业最近是面临了严酷的调整 有一些食品龙头大厂 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是大幅的萎缩 不过也有一些业者 它是维持相对稳定的营运表现 其中今天要介绍这一家是2012年 回到台湾挂牌上柜 那么今年再从上柜转为上市的鲜活果汁KY 不但它最近几年的营收是连续成长 而且去年营收是创下新高 那么今年前8个月的营收 又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3% 显示它的营运规模持续的在扩大 那么到底鲜活果汁有什么样子特别的优势 可以在景气修正的过程当中 还是保持稳定的获利表现呢 我们先来了解它的基本资料 连线给麦DJ的财经记者徐小佳 现活果汁的创办人也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黄国晃先生虽然是台湾人 但是公司从企业总部到生产基地 还有销售业务和客户都在中国大陆 总部在昆山 工厂在昆山 天津和广东 它是一家以水果制品研发作为核心的 专业果汁原料供应商 上游原料是新鲜水果 冻果 砂糖 果糖等等的原料 下游的客户包括经销商 食品工厂 餐饮连锁店等等 公司在1998年成立之后 就开始生产输果汁 浓缩果汁 果粒果酱 烘焙果酱等等的产品 2010年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 多家餐饮企业的饮料供应商 2012年在台湾挂牌上柜 2015年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扩产 在天津和广东都租了厂房来扩充产能 2016年上柜转上市 目前昆山厂是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天津厂和广东厂的产能比较小 现在原料果汁的比重最高大概有6成以上 果粒和果粉的比重分别有2成多和1成左右 经销商客户比重有7成 连锁餐饮客户的比重大概是2成 其他还有食品工厂类型的客户 和今年新增的饮料线条机等等的业务 好的听起来 公司的产品和产线是相当的多样化 而这也是公司的竞争优势所在 详细状况请小家详细来帮我们说明 现火果汁不是供应终端销售的包装果汁产品 而是提供浓缩果汁果粒果粉的制造商 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它的产品研发能力 专利技术 还有它能够快速配合客户的需求 来客制化开发出多样化的产品 而且还有完整的配销系统 目前现火总共有12项的专利 例如它自行开发的果汁乳化技术 可以取代起云剂 就是它独特的优势之一 而公司每年都能够依照客户的需求 来完成50项新产品的开发 透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 每天平均可以出货800多项的产品 这也让公司建立了不容易跨越的竞争门槛 配销系统方面 目前大陆市场有许多的餐饮业者 都有饮料品项直接或间接采购了 鲜活果汁所生产的产品作为原料 其中 连锁餐饮客户总共有80多家 门店总数超过了9400多家 经销商客户总共有200多家 代表品牌多达70多个 门店总数超过了18000多家 好的可以看到鲜活的客户群是相当的广泛 但是客户的需求 当然还是要看整体大环境的景气表现 我们想要请教小家 目前在中国大陆整体的餐饮市场的消费力 倒是如何呢 虽然中国大陆景气修正 但是因为大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餐饮市场的规模呢 保持成长 公司对于未来可以发挥的空间 还是抱着正面的看法 从这张统计表可以看到 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再来看另一张统计图 大陆的餐饮业规模 在过去这些年来 也是持续向上的 好可以听到呢 中国餐饮业市场 还是持续在成长的 而为了因应这样子的市场趋势 鲜活他做了哪一些努力 来抢下订单 又有什么样新品的成长动能呢 小家 除了前面提到的连锁餐饮客户 经销商客户 食品工厂以外呢 公司今年也开始投入了 线条机系统业务 这项新业务的主要营运模式 是透过百分之百 转投资的关玉堂 提供自动化饮料调理设备 供应鲜活果汁的产品 给下游的餐饮业 酒店业者 这是因为公司认为呢 大陆人士成本和店面成本 都持续在上升 对于饮料自动调理设备的需求 可能会渐渐的提高 公司现在是先针对单一果汁 去调理不同比例的果汁饮料 未来可能还会操作成冰沙 或是打气进去成为碳酸饮料 碳酸冰沙等等 多样化的产品来发展 不过这一部分的业务才刚刚展开 现在比例还不高 另外公司在完成第一阶段扩产之后呢 包括天津厂 广东厂的效益 都已经开始发挥了 现在公司正在规划 要投入第二阶段的扩产 预计新产能 可能会在两三年后开出 好的 最后我们回归到基本面来看 刚刚节目刚开始有提到 鲜活他最近几年的业绩表现 是持续向上攀升 详细的状况 以及他今年的营运展望又是如何呢 我们最后连线给小家来帮我们说明 最后来看看鲜活果汁 这几年的业绩表现 营收方面是连续几年创下了新高 至于美股盈域的表现呢 因为股本持续的变大 同时又有新产线陆续开出 而且华北华南的业务加强推广 所以在成本 毛利 费用等等的 各方面都有一些波动 但是预估今年的获利表现 应该是有机会保持稳定的水准 好的 整体中国大陆的餐饮市场 过去十年 每年是用10%的速度在向上成长 也带动了鲜活公司的业绩表现 而随着新客户的加入 和新产能陆续开出 那么近期呢 这样子的营运动能 已经反映在公司的营运数字上 市场和公司都同步预期 今年鲜活KY的营运表现 会比去年还要来得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